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张老师现在您这种情况常见吗 常见 我可能是觉得年龄的关系的 因为我觉得像过去年轻的时候 确实是工作一天还那么精力充沛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中午睡觉是常年养成的习惯 但是现在有的时候 比如早上起来化妆的时候 我就能够在化妆的时候 我就眯得着了 就精神头的明显的感觉 容易犯困 容易犯困 问问年轻人 李正现在有这样的感觉吗 经常累 我现在也觉得有 我觉得有时候经常是 有点早上起来睡不醒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就觉得犯困 但是由于时间所限 不可能去睡午觉 就一直停着 有些时候甚至就看看电视 原本这电视特别地精彩 但是人一看看就睡着了 就在沙发上就打了个盹了 我相信这样的情况 有可能在您的生活当中 是经常出现的 那它和什么有关系呢 您恐怕并不清楚 就是和我们昨天节目当中 提到的一个组织 大家看看这个图片 脖子的这个地方 特别漂亮的 像蝴蝶一样的这个组织 叫甲状线 也是密切相关的 您疑惑了 这跟甲状线有什么关系 关系可大了 那我们还是请出专家 让她来告诉您 掌声欢迎来自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 姆一鸣教授 欢迎姆教授 您好 姆教授 欢迎您 您看要受到累的吧 咱可能就想到 是不是这个活看得太多了 或者是压力太大了 但是还跟大家说 跟这个特别漂亮的甲状线 也是有关系的 肯定很多人就特别疑惑 这怎么有可能呢 我们说这个犯困累 其实我觉得人人都有 关键就是不明原因 原来精神很好 怎么最近这段线 突然就觉得 变了个人似的 你老是犯困 工作也没精神 这个体力也不行 而且老觉得没劲没劲 那这种情况下 还是要注意 有没有甲状线的问题 甲状线出什么问题了 会没劲累呀 一般来讲 甲状线功能低下的人 就会有这种表现 是简称为什么呢 甲减 大家听到过这样的一个病吗 甲减 大多数观众是没有听到过的 那恐怕还得慢慢跟大家介绍 先请您落座 吴教授 吴教授你看 我们首先就搞不明白了 那个甲状线功能减退 也就是您说的甲减 为什么这个现象一出现 然后我们就困了 就累了呢 甲状线在人体 是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虽然它很小 只有20克左右 但是你知道 人体的每一个技术 都是管不同的功能 对吧 就像我们生活当中 公安局是管这个 维持社会治安 抓小偷了 对不对 这个甲状线在人体 是干嘛的呢 保证你的 所有的细胞的代谢速度 一旦得了甲抗 它可能代谢速度 就会加快 得了甲减 正好相反 所有的细胞的代谢速度 都会放慢 放慢的结果就是 你的好多细胞 都在偷懒 不干活 这时候就会没劲啊 犯困啊 好多表现就出来了 我们好多观众 几乎都没有听过 这个甲减 都不知道这个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是不是得这个病的人 不多呀 这个我们可能 大家知道甲抗对吧 甲抗可能知道人多一点 因为甲抗的 它有个特点 就是它表现特别明显 甲抗的人 大家都知道 爱生气 对不对 有的人还眼球突出 对对对 一看那个眼睛 精力特别旺盛 对 一看眼睛 均均有绳 对吧 它的动作也特快 有时候还发抖 手还哆嗦 说话 连一句完整话 也说不清楚 为什么呀 它代谢太快了 它所有的胀气功能 都是拼命地干活 拼命地干活 的结果是什么 不协调 这时候就出现了 它的说话 也说不完整 而且说话 好像老是情绪不稳定 做也不是 再也不是这种表现 为什么 这种太明显了 所以被人家 一下就发现了 家里说你不对劲 一看发现了 甲抗对不对 是比较容易 被发现的一个病 对对对 甲减正好相反 因为它发病很慢 不知不觉当中 慢慢慢慢慢慢 才出现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 你就不注意 对我跟李生在一起 我觉得李生没什么变化 两三年都这样 事实上它潜在 慢慢慢慢得病 所以甲减容易 被人忽视掉 所以这是为什么 人们往往不重视甲减 但事实上 我们国家的人群当中 尤其女性当中 甲抗的这个患病率 可能是1%左右的 这个比例 而甲减是多少呢 最低2%以上 也就算甲减的病人 比甲抗还多呢 对 甲减的病人 比甲抗多得多 只不过是你没有发现 对 尤其是慢慢地 像您提到什么 变懒啊 犯困啊 我们总以为是 累着了 或者是压力太大了 所引起来的 像我吧 就觉得是年龄的原因 上年纪了 人反应也会稍微慢一点 可能很少有观众 会想到说 和我们的这个甲状腺 是有关系的 这样的话 就容易被忽略掉了 对 对 这个甲减在临床上 你比如说到医院 大部分是被医生发现 而不是他自己体会出来 他只知道 比如说我没劲 或者是我犯困 他到医院看病 他也不知道看哪个科 最后大夫一问说 你查查甲状腺功能吧 一查才发现 这个人甲减 其实说到这么多的表现 也就意味着 大家可能对于甲减这个病 也不了解 那我们就通过一道问题 让您来了解一下 真的要是身体上 出现了甲减的反应 我们全身都会有 什么样的改变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 那哪一种表现 可能就说明我们甲减了呢 你看 是体重减轻 还是体重会增加呢 刚才专家也说了 说是消化吸收 它的功能所有的会变慢 那它自然而然 比如说摄入的东西 它该吸收的营养 它都没有吸收 就营养都排掉了 自然而然 吸收不了营养 自然而然 体重肯定会减轻的 张老师呢 您觉得是 我好像跟他相反 好像他容易犯困 然后又不爱活动 那犯困了 不爱活动 睡得多 活动少 那肯定应该是胖的 就体重增加了 我认为是 所以两位的观点 是截然相反的 那我们看看 观众们对这个事 是否了解 来看选择 几乎是各自占到了一半 没有太明显的这个区别 那我们看看 最近您要是经常的犯困 总觉得累 就得观察一下 体重的变化了 那到底是减轻还是增加 就说明我们加减了呢 看一下是 体重增加了 那要是对应一下 这个体板的话 那就是稍微胖一点 这个人 很有可能是患上假减了 是吗 你看还真是 这为什么假减了 人会变胖呢 是因为不运动吗 这个临床上 还有好多例子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前两天 有个病人来这儿 我这儿看病 她说我呀 女孩子 年轻人说我胖 我想减肥 我真的很努力 我几乎一天 吃的东西特别少 每天我还去健身 但是我怎么越健身 越吃的少 体重缺越增加呢 后来发现是假减 假的功能低下 所以她这种情况 我们给她用药之后 把她的代谢速度提上来 提到跟她这个年龄适当的 符合她的年龄的 代谢速度的时候 她体重自然而然 就会下来 对吧 假装腺素是 管人体代谢速度的 你看小孩蹦蹦跳跳的 她的这个代谢率就非常快 老年人动作就慢 因为她代谢速度放慢了 跟年龄有关系 当一个人 假装腺素的水平降低的时候 她自然就把你的 细胞的代谢速度泛慢了 就相当于我们的北京一样 环卫工人应该把你的垃圾 全部处理掉 晚上都处理掉 白天一看 大街上很干净对吧 现在假减 现在环卫工人不干活了 你的垃圾没人管了 到处都是垃圾 这个城市就陷入了瘫痪 这种东西是一种不健康的东西 因此她虽然胖了 但是她属于不健康的胖 她属于腹肿 所以这种情况下 她就会出现体重逐渐增加 另外一个特别著名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 这个罗纳尔多 著名这个球星 足球明星 罗纳尔多原来踢球的时候 对吧 那简直是 特帅 又帅 而且这个出神入化 想怎么踢怎么踢 动作又快 对对 足球先生 结果到了一段时间之后 人们突然发现 这个罗纳尔多怎么不好 而且越来越胖 太弱两人了 其实大家挺冤枉人家的 人家罗纳尔多 就是因为得了甲碱 得了甲碱之后 人家也挺注意锻炼的 对吧 饮食也没有过多的吃 结果体重长了15公斤 长到了98公斤 所以这时候她跑不动了 力不从心 所以就在得甲碱的时候 这种胖 其实上是一种病态的胖 体力相反 反而越来越差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千万要注意 我们身边的人 就像他这样的 莫名其妙 他们最近体重增加了 没劲了 一定要想到 指甲碱的表现 而且您刚才提到 这类人主要是浮肿 是不是就是我们腿 有的时候一按一个坑 那种浮肿 不是 它这种肿 我们专业上叫 粘液性水肿 什么概念呢 你说一个一个坑 那是水在细胞外 不是在细胞里边 是在血管里边 或者组织当中 这时候一按一个坑 甲碱的水肿 是细胞水肿 每一个细胞单元在肿胀 这时候你摁不出来 因为它不在组织里边 你只是觉得肿 比如眼睛睁不开 脸一肿 腿一肿 但是你摁不下去坑 所以这种水肿 叫粘液性水肿 那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虚胖虚胖的 那样的一种胖 那种体型改变 很有可能就是甲碱了 对对对 那姆教授我还见过 有一种人 就我们有个朋友 就是这样子 我就够瘦的 其实我觉得我也挺能吃的 我比正常人吃的 还多一点 他吃的比我将近 是我的两到三倍 尤其是我们夏天 有时候晚上聚会 我们室内烧烤的时候 一串鸡翅上面有两个 烤鸡翅 烤鸡翅 这样鸡翅呢 他的吃三十多个 还得喝几身吃酒 三十多串了 完了这还不算了 还得吃馒头 还得吃别的 羊肉串我就不说了 然后呢 基本上我们三个人 坐在一边上 就看他一人吃 我们大家都停了 他还吃 但是他狂瘦的比我还瘦 有干吃 对 身高一米七八吧 体重大概才110多斤 你想多瘦成什么样子 真的啊 不到一边 真是 那怎么 但狂吃 这胖人就得羡慕死了 干吃不胖 旁边我们的女同事 都可羡慕他了 说你有什么秘诀 赶紧告诉我 会是太奇怪了 人和人不一样 对吧 你别说我跟李珍相比 我们俩可能代谢速度不一样 正常人 有的人就是这样 人家怎么吃不胖 但是如果你描述这个朋友 说这么能吃 因为他太能吃了 对 而且你又不长肉 对 而且精力给人看 就挺充沛 对 特望说 让人一看 眼睛发亮 对吧 这个动作也特别快 这种人小心是假抗 像假抗的病的外表 特别经典 他一进门 我就知道 这个人可能是 甲状腺毛病 像假抗 因为他第一特别瘦 眼睛比较突出 你再一问他 你心慌吗 心慌 手抖 发力 这种一看 可能是假状腺的毛病 假状腺激素太多了 导致他代谢速度太快 兴奋性太高 所以晚上睡不好觉 你想想看 一个不睡觉的人 代谢速度这么快的人 他能胖吗 他属于消耗性的疾病 所以他就越来越瘦 咱们就都得 在这个假状腺上 来找找原因 对一下 体重减轻的话 就是假抗了 像这个罗纳尔多 他这个体重的变化 说他是 假减了 假减了 那他这个是有一个过程呢 还是突然间就长了呢 假减往往特别慢 就是我开始说的 特别慢 他无意中慢慢慢慢 不知不觉当中发生的 那您说这特别慢 假抗是指一年 论年算 论年算 原来有的人可能三年五年 长得有十年 那那假抗减少 也是比较缓慢吗 不是 假抗的这种变化 论月算 假减的变化论年算 所以我们听得出来 假抗是很快的 如果一个人 最近半年不见 最近半年一看 这人瘦了 瘦成这样 而且他特别能吃 或者是有假抗的表现 就要考虑这种疾病了 所以说假抗一般变化 相对比较快 假减比较慢 其实这个假减和假抗 都是我们像蝴蝶一样的 这个假装腺的功能 发生了一定的紊乱 这个就是代谢的太慢了 这个就是玩命的工作 太干活了 这都容易出现问题 假装腺基数少了 假装腺基数多了 而且刚才咱们提到了 对应起来的话呢 假减就是犯困 没有太高的情绪 连说话都慢了 那又假抗呢 假抗呢 相反 就是 特别爱激动 你知道 是睡不着觉了 对 所以老百姓 其实对假抗是有认识的 说这个人 有人跟人吵架的说 你是不是假抗啊 你都动不动 生气对不对 你没什么事 你凭什么生气啊 原来脾气也不大 这个很 这个文文静静的女孩 突然就竟脾气比较大了 发火 比如说人家走路不小心 碰了一下 她回头就跟人吵架 而且看到吵架那个架势 给人感觉挺凶的 加上了吃的又倍多 给人感觉这个女人又凶 吃的又多又瘦 给人感觉说 这个人挺厉害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千万小心 有的人是假抗的一种表现 那这假抗能转化为假减吗 张老师你说的太专业了 假抗就可以转向假减 几种情况下可以转变 一种情况我们说到了 有一种慢性炎症 叫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 就是它慢慢在破坏 你是在破坏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会得假抗的 不是说破坏 它就会得假减 它也会得假抗 我们所有的这个器官的基数 都是存在细胞里边 没有甲状腺素 存在绿泡里边 周围是细胞 中间是个绿泡 就像水库一样 讲举个例子 北京有十个水库 假如说 这十个水库是平时存水 给老百姓饮用水用的 对吧 假抗是什么表现呢 水库破了 水库一下漏了 水库下面的老百姓 就被水淹了 漏了呀 这时候就是假抗 因为绿泡破了 放到雪里边了 假抗 但是过一段时间呢 缺水了 为什么 原来十个水库剩五个了 这五个水库供应水 很显然不够 赶紧找人修水库 接着续水 这一段时间你就是假减 你就变成了假减 但是当我把水库修好了 我修好水库又存起来了 我的功能就又正常了 所以假抗假减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互相转化的 这种情况就要靠医生的判断 来判断你属于哪个阶段 需要哪种治疗更合适 这一个假减一个假抗 咱们刚刚说的呀 是情绪上的一些改变 那我们可能从头到脚 全身各个地方呢 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而且这要形成对比了来看了 因为他们俩应该说是一对 难兄难弟 有对比性 那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 您清楚吗 我们让何嘉博士来和您说一说 把这两个模型 再转移到何嘉博士那里 好的 小季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看 还有哪些显著的区别 首先第一个 是针对心血管系统的 那么对于假减的人呢 他可能会出现低血压 心跳慢 还有基础体温比较低 同时呢也会出现胆固醇的增高 这是因为啊 他整个的这个身体的 身体的基础代谢呢 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所以呢 他就会出现心跳慢 血压降低的情况 而这个甲状腺功能抗净的时候呢 正好相反 那么因为啊 甲状腺激素呢 它本身就会促进这个新陈代谢 它对心脏呢 就有一个兴奋的作用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甲状腺的人呢 他会出现心跳增快 因此带来血压增高 同时呢 基础体温也会比较高 另外还有胆固醇比较低 那么这个呢是针对心血管系统的 那么其他呢 在全身来说啊 还有比较显著的特征 那比如说 甲状腺会影响人的肢体感觉 那么对于甲状腺的人来说呢 他可能会怕热啊 总是觉得很热 稍微温度一升高就受不了 而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人呢 他可能会怕冷啊 比较怕冷的情况 那么此外啊 在皮肤的表现上 还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 甲状腺的病人呢 他的皮肤呢 可能会多汗 容易出汗 又怕热 而甲状腺的病人呢 他的皮肤呢 会比较干燥 一点都不滋润 摸起来很粗糙 那么还有头发也是干枯的 那么指甲呢 也变得非常的干 非常的脆 经常有这种 比如脚指甲 咔一脚蹦蹦的老远 这个指甲变得很脆 那么此外啊 对于消化和排泄系统 也是有影响的 甲状腺的病人呢 可能有便秘和尿少 这是因为 他的新陈代谢的速度 就放慢了 而甲状腺的病人呢 他可能会出现 腹泻和尿多 这是因为啊 甲状腺功能抗净的时候 他的整个的胃肠道蠕动 都会增快 但是呢 他的吸收和消化的功能 并没有跟上 所以呢 蠕动加快的后果 就是吃什么 拉什么 就直接就排出体外了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些系统之外啊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 也会受到影响 那现在我们是用 两个小蝴蝶 把它遮住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请专家为大家揭秘 我们还是把两个小人 送到台上去 好 谢谢贺嘉博士 现在咱们来搞清楚 一个问题 这个甲茧啊 是男性更容易得呢 还是女性更容易得呢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啊 那你想哪一类人群是更容易出现甲茧的问题呢 就像刚才问大家的是女人呢 还是男人呢 好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于这个认识如何呢 甲茧 大家还是觉得女性啊 更容易得上 这里是由无限指引家冠迷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咱们得对应一下 这个甲状腺啊 的确是和压力啊 内分泌啊 包括免疫力的下降是有关系的 所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这个甲茧也就是功能下降了 是更爱找上男人呢 还是更爱找上女人呢 我们看看这一类人啊 主要是 还是女性啊 这女性怎么这么容易受到伤害啊 很多病都这样 就是有性别的这种不一样 对吧 而甲状腺的病跟免疫有关系 免疫系统病就多见于女性 对吧 所以甲状腺特别容易受到免疫系统的危害 所以呢 女性就多见 所以呢 在这里边应该说 我们见到的甲茧 女性大约是男性的四到五倍 就是人数是这么多 这么高啊 对 那要是对于比如说年轻一点的 和稍微上点年纪的女性相比较的话 哪一个类型的女性很有可能会得这个甲茧呢 这个甲茧也是个慢性病 甲茧得的是为什么呢 因为免疫功能的异常 把它的甲状腺组织慢慢给破坏掉了 破坏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病人是一年两年可能好几年才出现症状 所以从这个角色来讲就不难理解了 年龄越大的人患病率越高 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年轻的 尤其青春期的孩子 对吧 因为青春期对人来讲 你长的速度最快的 你所有的重要的脏器 都是在青春期突然会发育 忽然会出现 个人会突然增加 这时候人体需要更多的能量 来保证你的生长发育 包括大脑功能也会越来越完善 所以在青春期的孩子千万要小心 因为这时候的危害是最大的 有些病是能够遗传的 它会不会因为遗传 也会是引起甲茧的这个因素 好多疾病都有遗传的 老百姓知道 糖尿病有遗传知道吧 高血压有遗传知道吧 甲状腺病遗传更明显 尤其是女性遗传特别明显 所以你知道我们在门诊看病 经常说谁看病 女儿看病 你妈妈有这病吗 好多人告诉我 我妈妈是甲抗 我是甲茧 但它都属于免疫功能异常 一个是过强 一个是过弱 所以导致了这两个人截然相反 当然更多的人是 我妈妈也有甲茧 我也有甲茧 到了一定年龄会发病 这就说明遗传很重要 刚才我们特别提到 免疫系统 女性的免疫系统 特别容易出问题 比男性容易出问题 所以甲状腺的疾病 在女性当中是高发 也是妈妈 传给女儿的多鉴 传给儿子的少鉴 就这种现象 还有跟吃点有没有关系 有的有关系 这回又有关系了 有关系 点是甲状腺素的原料 你知道为什么叫T3T4 T3就还有三个点 T4还有四个点 说明什么 点是原料 拿原料来合成甲状腺素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体 当你缺点的时候 你原料少了 产品自然就少了 作为一个人体 他会带伤性 让脖子变大 就是大脖子变对吧 如果你带少不过来 你就是甲减的表现 就会出现甲状功能减退 这是一方面 所以缺点的人 会引起甲状腺素的减退 但是高点的人 同样可以引起甲状功能减退 这是为什么呢 好多多了 缺点引起 为什么高点也会引起呢 这个点如果太多的话 它会在某种意义上 会抑制人体的 这种甲状腺素的合成 为什么呢 人体是会自我调节的 当然原料太多的时候 我不能都合成 都合成不就过头了吗 这时候机体自己 保护的作用 就会把它的合成能力 放下来 我原料多了 我不会给你出那么多产品 我还是出那么多产品 所以我原来该出的 那么多的东西 这时候会把它降下来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现在科学研究发现 点会抑制甲状腺素 合成酶的功能 会抑制 所以过多的补点 也会突然导致 甲状功能减退 你知道吗 所以点呢 一定要恰到好处 多也不行 少也不行 这个事和点 就应该是密切相关 而且很明确了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来帮您明确一下 也就是说 甲减还会给我们的女性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来看几个选项 是月经会发生紊乱异常 还是它会影响到生育 还是更年期也会提前呢 这三个事对于女性的影响 都是不小的 我们现场的观众 您怎么看呢 请进行选 刚才专家说了 这个甲状腺属于内分泌系统 一般女孩子月经异常 什么她就去 大夫那检查 大夫就说 你是内分泌失调了 那内分泌失调了呢 肯定月经就不正常 月经不正常呢 就影响生育了 所以我要选的话 我选B影响生育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对于这个甲状腺 会对女性带来什么样的伤害 是否了解 先来看选择 大多数的观众认为 这有可能会导致 更年期提前的 那这是不是最主要的危害呢 我们来看 专家告诉你 女性应该格外地关注甲状腺 因为它会 会怎样呢 影响到女性的生育的 我的天啊 这可就是大事了 这是两代人的事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姆教授 提到甲状腺素是 控制我们代谢速度的 对吧 人体的每一个细胞 都需要甲状腺素 来控制代谢速度 所以你就不难想象 生殖系统 也是细胞组成的 对不对 如果得了甲减之后呢 所有的细胞代谢速度都慢了 这时候 它就不容易卵抛成熟 它就不容易怀孕 你比如说 我们在门诊 会看到这种现象 一个年轻的女性 说我这结婚了好多年了 就是老要不上孩子 你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看检查了 这个生殖功能也没问题 医院大夫说没事 这个我丈夫也查也没关系 我们就说你那不行 你还没查全 你查它甲状腺功能 结果一发现 甲状腺功能是一个隐性甲减 就是雅铃床甲减 它不很严重 就是很早期的一个甲减 后来经过吃药 才吃了半年之后 它就怀上了 无论是甲抗还是甲减 生殖功能都是减退的 都是减退的 因为人的代谢都会影响的 人的代谢是个范围 你不能过快 你也不能过慢 你过快过慢都是病 对吧 尤其是个甲减 在甲状腺功能低下的时候 它的卵抛的发育成熟 到排卵 整个功能都会减退 而且难的也是 你别以为这个不影响难的 难的也会的 难的如果说得了甲减 它的细胞代谢慢的话 精子的发育成熟 也会慢 刚才我们说过了 对吧 你没劲对不对 你的精神也不好 事实上你的所有的细胞功能 都是减退的 所以的精子也不例外 所以得了甲减的人 它就会影响到生殖系统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应该说 月经也会影响 但是包括更年期症状 也可能会有 但是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影响它的生命 你比如说 咱们可以把这个大蝴蝶 摘下来再给大家明确一下 对女性最大的影响 就是会影响到生命 甲减是无形中慢慢发生的 一旦出现了乏力 体重增加 而且结婚之后 长期不怀孕 千万要想到 甲装线功能有没有低下 这甲装线对于怀孕这事 也这么重要 那反过来也问一下了 李正 就是你太太当时在怀孕的 那应该是之前吧 孕减的时候 有没有查过甲装线啊 真没有 我们都没有这个概念 我们觉得好像怀孕是挺自然 然后嘶里糊涂的也就怀上了 但我觉得这样一讲的话 好像就是在孕前 是特别有必要来查一下 自己的甲装线功能的 你要这么认识 大部分人是不存在甲装线异常的 我们说的虽然甲碱 但不是说人人都有啊 但是我们一定要提醒 如果家里边有这个背景 比如说他妈妈就有甲碱 或者他得过甲装线病 这个人得过甲炕或者甲碱 那你一定要查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要注意 就是高龄的 高龄的这种想 高龄产妇 她想怀孕 她没怀孕 这种情况就要小心 因为我说到了 甲装线功能跟年龄有关系 年龄越大 甲装线功能会慢慢减退的 这时候我倒觉得有必要 高龄的这种女性 我倒觉得适当地 应该做做检查 男性也应该去做检查 我要是没查 我这怀孕了 发现是甲碱 她妈妈已经是甲碱了 但是这个孩子已经怀上了 我不可能不要吧 我把这孩子生起来 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 医生一定会权衡利弊 首先你的甲碱有多严重 你只是个轻度的甲碱 最后一判断 妈妈没有表现 孩子发育没事 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及时治疗 还是来得及的 能够弥补过来一部分 甲装线基础 在胚胎的儿童 还没有发育全的时候 基本上靠妈妈的 也是妈妈的基础 输给她 让孩子去发育 对吧 妈妈本来就不够啊 假计 对 你说的很对 如果妈妈 存在一个不够 或者潜在的不够 一旦怀孕了 你相当于两个人 用你自己的基础 对不对 那就原来你 你没有怀孕 你没事 一旦怀孕了 你就不够了 不够的后果是什么呢 第一 怀不上 不容易怀 怀上了容易流产 为什么你不长啊 细胞不长 水肿 你怎么能 你怎么能健康呢 即使说这个孩子 没问题 怀孕了 而且没有流产 千万小心 小孩长的速度会变慢 尤其特别可怕的一点是 在胚胎的头三个月 人体最重要的器官 是在前三个月发育的 神经系统 心脏 都是在头三个月 就开始发育了 这时候如果严重的假检 就会导致孩子不发育 不长 所以这种情况 千万要小心 这个假检对孩子影响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你知道有一种病 叫呆小症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听过 可能偶尔会听到 呆小症是什么概念呢 不发育 对对 你说的对 你知道这个呆小症 是什么样子吗 生出来的孩子 眼距比较宽 舌头老漏在外面 看你老这么 老留着侧边 对对 还留下拉着 对不对 那不是吃呆吗 这就是呆小症这个表现 为什么叫呆小症 对吧 好多孩子鼻子比较宽 塌鼻梁 这种往往叫呆小症 这样的孩子 在70年代 60年代以前 其实挺多的 那时候咱们不家缺点 假检又不知道 妈妈怀孕就给生了 生完之后 一看这孩子不对 发育不好 这种病叫呆小症 现在已经少见了 现在因为咱们全民补点 包括对假装性功能 的认识不一样 这种儿童 最近几年几乎见不到了 所以我们就说 有的人怀孕了 一旦大夫发现 这孩子长的速度有问题 他的这个心跳的时间 比人家正常的小孩 晚了好长时间才出来 而且跳得又慢 给人感觉力量也比较差 我还是建议要慎重 因为这个孩子 一旦生出来 有可能会发生 这种先天性的畸形 发育不好 所以这千万要小心 如果它各方面指标 还算正常的话 只是妈妈稍微有一点假解 那这个时候 要不要服药呢 妈妈 要服药 要服药 那就是说 那对孩子会不会有影响呢 对了 这个一般的人都认为 这药我怀孕 怎么能让我吃药呢 对吧 药不是影响孩子嘛 对啊 这个甲状腺素呢 在某种意义上呢 它还不完全是 你想象的药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服的这个药片 它的甲状腺素 跟你自己产生的一模一样 你可以当做原装的用 这是一个 第二 你缺这个东西 我给你补充了嘛 对吧 假如说我们出浅 是把一个人的甲状腺功能 定为这样 下边这是下腺 上边是向腺 这是一个范围 对吧 你的甲状腺素应该 在这个范围里边 你现在低于这个范围 我把你补到正常了 你说对你好还是不好 当然好了 对不对 那对宝宝也好 对宝宝也好 所以这个补的药 跟一般的药不一样 所以你不能把它当做是一个 比如感冒药啊 什么抗菌素啊 对孩子不好 应该相对来相比较少 但是也要注意 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这个药的量很重要 大夫一定会让你 从小剂量慢慢慢慢往上补 让你慢慢慢慢适应 你不能说原来代谢慢 突然让你代谢快 他的心脏也是受不了的 这样 这个比如说 我老婆她就是假简 她已经怀上孕了 然后医生喷的 就像您说的 是轻微的 我可以叫这个孩子 孩子发育都很正常 但作为我儿父亲 我就很担心了 就是这妈妈要生下来 这宝宝会不会遗传啊 她要一遗传了 那也会影响到 就生下来这宝宝 很有可能就已经假简 对宝宝会不会生下来 他就带着假简 这个病就出来 有可能 我和你讲 这个人体啊 都是遗传 所有的家庭都有遗传病 没有一个家庭 没有遗传背景 不可能百分之百正常的 相对来讲 甲状腺功能的遗传算小病 对不对 你刚才提到了 高血压 糖尿病 癌症 那好多遗传病更厉害 我们看到了好多遗传病 先天性 激情的还有 对不对 所以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往往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不能说 因为我们家有糖尿病 你不让我生孩子 不可能这样 咱还是要 只不过咱知道了 有可能传到孩子 咱早检查 当孩子一出生的时候 赶紧化验 发现孩子激素低的时候 立马就补 就不会造成很多的影响 宝宝也可以吃 那个甲状腺素吗 可以 我们可以把它 融在水里让它喝 但是剂量一定要听医生的指导 这个东西 跟你喝那个奶粉可不一样 这个剂量非常的重要 那这样讲起来的话 就无论男性还有女性 要是准备要宝宝的时候 就特别有必要 去做一个甲状腺功能的检查了 那您可能会问了 咱现在要是去做检查 做什么样的这个检查 能够及时地发现 我们的甲状腺功能 是不是有异常呢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做什么样的检查 可以发现 我们是不是有甲减呢 我们是抽个血 验个尿 还是要去拍一个X光片呢 您觉得哪个方式更为合适 请做出选择 那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场上的观众 能否选择对正确的方式 做什么检查呢 一半的观众选择的是抽血 这是我们最后一阵级 自驾过去的健康之路节目 刚才反复地在和大家说 有可能啊 甲减呢 在我们身体当中 是慢慢出现的 很有可能呢 就被您忽略掉了 但是对我们全身 各个系统的影响 又是很大的 那我们为了及时地发现 是不是有甲减 该做什么检查呢 来看一下 做的是抽血 这样才能够及时地发现甲减 这关键是咱要是抽血 化验的话 验的是什么呀 甲状腺呢 我们知道 它是个腺体 在人体当中内分泌腺体 四腺体就存在两个问题 一个是形态 一个是功能 功能是什么意思 就是甲状腺分泌的 激素的量正常不正常 所以呢顾名思义 既然分泌的激素的量 正常不正常 它一定会分泌到血液里边 然后运生到全身 各个脏器和组织 来发挥作用 因此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抽血 那抽哪个血 抽脖子还是抽胳膊 就是抽脂血吧 抽静脉血 为什么叫内分泌呢 内分泌就是 你这个脏器分泌的激素 它会跑到血里边去 通过血液 然后分布到全身 所以呢你的静脉的血里边 跟这儿的血是一样的 浓度是一样的 所以查什么呢 就查我们老百姓知道的 T3 T4甲状腺功能 这张图呢 明确地标出来 有三个地方是红字 对不对 那么这三个指标 是最重要的 无论你是假抗还是假减 这三个指标都有所表现 那么为什么还有第一个指标呢 第一个指标只代表 你人体的整个的储备能力 总的 就是T3 T4 只要有一个下降 就意味着有假减吗 如果这个人是严重的假减 往往三个指标都会异常 如果是早期的 很轻的 往往是一个或两个指标异常 所以呢指标的一个是 几个指标异常 一个到底有多异常 代表了这个人假减的程度 咱要真的是怀疑自己有问题的话 多长时间去做一次 这个检查比较合适呢 如果说你有 以下几个情况 你就应该每年至少查一次 第一 你曾经得过假装腺的病 不管你假抗也好 假减也好 对吧 因为假装腺病会反复的 第二 就是说因为你家里边 有人有这个病 比如说我的妈妈 有假装腺病 遗传病史 对 有遗传史 我就应该注意了 我可能一年两年应该查一遍 第三 就是我们说的 没有任何的原因 我最近出现了表现 无论是我犯困 体重增加 没精神 或者说大便干燥 等等的这种掉头发 或者眼睛也看不去了 这种情况一定要想到 假装腺功能可能减退了 这时候就需要检查一年一次 或者立马去做检查 好